标队震荡的第三局下半场必须四抓 哎呦四抓嘛 不过对影视来说这套阵容四抓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特别是 他如果前期节奏好 一旦压住了穷者有可能机子亮不了 他的四抓密还是挺大的 但这个东西的前提在于他前期节奏要好 修者们前提前期就不休机子嘛 对不对我们不带电 你得两个球才能定住我 而且他这边有个先知 先知这边的话 这只鸟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候扛到一刀 说实话 影视有的时候真的很差那一刀 来这边第一波电 大副直接交怀表 好稳 骗了怀表这边就走 现在是一个四人带阵级 红电 一刀0.15 四人分摊 影视要击倒人 本身有先知 然后四人有一波分摊 影视的击倒就比较慢 他比如抓一个人 你说四人分摊 0.15还差0.85 你打一刀独立伤害 0.75 你还差0.25 如果说这边再一个三人分摊 好了 你再打四刀 本身如果说打一个四刀再加先知一只你要五刀 这五刀黄花菜都凉了 抓先知 抓先知的话呢 还行啊 这先知毕竟是这套阵容里面牵制力弱的 然后又没有飞轮 一个垫定住 这边先知 你要顶不顶 看你挥刀 看你挥刀 这刀其实没挥出来 先知这边的这个鸟 我觉得如果是小铁的话 这个鸟可能还能藏更久 这先知求稳 求稳是没错的 反正我这边给你拖一拖时间嘛 对吧 你不敢挥这刀 我这边翻个板子 加速拉开 还可以 等到这边 你再跟过来的时候 我这边 对吧 又有队友的八音和支持 我可以再绕一圈 无限的绕 这个开局基本上影视已经走远了 因为这个局他要四抓的 他四抓其实 刚刚给大家讲到 他前期的节奏一定不能慢 怎么定 你两分半得击倒人 现在两分半 等于说一刀没开 我都觉得这把感觉穷者有多跑 是四轮开门战的可能性呢 一个垫定住 这边追舞女 舞女这边 有飞轮 第一刀四人分担 这边的话补蓝店 你补蓝店队友可以看情况切 或者说队友先让你吃一刀独立伤害 然后再看情况切 这刀的独立伤害补上呢 对于 先一个两人分担 先一个两人分担的话 就是刚刚0.15加个0.3 0.45 0.45的话呢 这边交个闪现就带走 其实我觉得这波可以不切 这波不切的话打完是0.75 那差0.25 然后呢你下一波再补垫 我们这边一个三人分摊 给你打个0.2 就差0.05 影视是很难受的 好 三人分摊 三人分摊可以啊 三人分摊的话 这边打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独立伤害一刀带不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波如果是个三人分摊 就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样的话 这边的舞女受到的是0.35的伤害 0.35伤害就影视这边独立伤害 一刀带不走 难打呀 难打呀 这边应该没有人会切了吧 这边大副估计不管 一刀打 好 还差个0.05 来嘛 你就算补个电 我外面分摊 密码机都差不多了 大副那边摇个怀表 顶个怀表 救个人 救下来 密码机就亮了 前期的一个追击节奏 确实太慢了 当然也是这边球者打得好 一点机会没给 一刀带走 这里机子 一个96 一个99 点完 看开门战 这个开门战要力挽狂澜 打出一个四杀 我是想不出来 我是想不出来 没想到影视的局 四分多钟居然压机了 你们感兴吗 一刀打 人就下来 还留了个薄命 机子要不要直接亮 这边 补个电 有飞轮的 这边是 下板子一刀抽刀 板子破 呃 他这里要吃一刀以后 把这个电给消了 再亮机 这样的话 影视就这波把电消了 亮机呢 对于影视来讲 你要么交闪现 你交闪现 你就留不了我其他队友 你不交闪现 你这边要定 交两个球 你交两个球 而且我这边队友 可能还能帮忙分摊伤害 隔窗刀 一刀 好的 那我觉得可以恭喜FL了 也确实一点机会没给到这边的影视 这把影视你说有什么问题吗 就一个问题 抓的慢 抓的慢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别的问题了 这边翻板 那边的门已经开 这边先知 扭掉了 这先知不会待会儿吸出一只鸟吧 地窖在这边 地窖在这边 这先知待会儿吸出个鸟 就有意思了 这个鸟 先知往前迈了一步 队友快走 他往前迈了一步 故意去吃了这个电 我以为他鸟快吸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影视这边等到 他的下一个电球好 用电球来封 你又没有飞轮的了 对不对 这电球没丢过去 没丢过去 他也不敢起飞 这波应该不敢起飞 但等下一个电球吧 等下一个CD 先知这边好像也吸不出鸟 差了一点点 吸出来了 差一点点 吸出来了吧 吸出来了 顶鸟 完独子 最后要四抓的局 还打了个四跑 双电 定 时间不够